福利中的Big Bang 全智龙,将大声相继送往医院,网友表示,装病。 在全世界K、Top哥里们的万众瞩目下,Big Bang 的队长全智龙,G Dragon,入伍也已经过了三个月的时间了。 和此前很多媒体们的预测不同,原本认为他会以公义士兵入伍,但是全智龙最终还是以现役军人的身份在训练所进行相对稳定的生活,而且在里面也过着一个很平凡的军旅生涯。 并且由于诚实履行自己的义务,还传来了教官们的一致好评。 但是最近的消息表明,这样的他竟然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脚踝的伤势。 从上个月中旬开始,通过军队医院的诊断之后,确认了他的脚踝有严重的健康问题。 首尔的相关医疗单位,也确认了这样的一个事实。 该医院认为,全智龙的伤势还算比较严重,因此希望军队立马把他本人送往正规医院进行治疗。 所以目前全智龙本人是在医院当中进行治疗。 而相关的工作人员也透露到,其实他的伤势,并不是在军队训练时受伤的。 而是早在入伤势之前,就已经呈现出了稍微不好的迹象。 但是考虑到舆论压力,他才决定隐瞒这件事情。 因为都知道韩国的舆论对于艺人参军的公平性一直有很多的非议。 因此不想给Yuk还有自己的名声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他才没有把这事情公布出来,认为只是个小伤,忍一忍就OK了。 但是经过这三个月在军队的魔鬼式训练之后,他的脚踝状况进一步恶化,虽然目前在医院中处于治疗,但还是没有好转,即将要接受手术才能痊愈。 但是问题是韩国的舆论不太买账。 因为很多的网友已经纷纷表示,这种伤势对于普通人在军队里都不算是,为什么只对全志龙一个人特殊待遇,并怀疑这就是他本人转到公义士兵的一个常见手法而已。 无论怎样,全志龙本人的身体状况,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只是希望如果是个男人,希望他能把自己作为一个军人的义务旅行完。 试想一下,如果战争爆发的话,他的这种做法会成立吗? 谁还考虑你是个义人?作为军人保家卫国,拿起枪支往上冲才对,是吧? 而最新得到的消息是,不仅仅是全志龙在接受医院的治疗,江大生也在医院进行治疗。 那么就更让人怀疑他们是不是故意装病的怀疑了。 当然,与方面对于这些事件还没给出详细的解释。 但是义人们的入伍问题,以及和一般人的公平对待,看来还真是一个值得商榷的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